母亲节快乐 2022年5月8号母亲节早安 应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母亲节吧 以后回忆起来还蛮特别的 因为疫情让大家都在家里 你是陪着你的妈妈 还是跟妈妈不在一起呢 那千万别忘了跟你的妈妈说一声 母亲节快乐哦 5月7号的下午 本来是很开心的准备 想出去外面走走拍点视频 因为呢视频真的没有了 大家只能看到我一直在做抗原跟核酸 还有在玩一些物资 所以想要出去拍一点东西 说时辞那时快 午餐过后才想出门的时候 居委就发来了公文通知 回绕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号召全体居民共同抗议共守公约 全体居民为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早日解封 结合本社区疫情防控形式和小区情况 提出以下公约 5月7日至5月15日 除核酸检测外 倡议全体居民逐不出户 2非必要不团购尽可能减少外卖和快递 3阳性楼栋由物业工作人员或自愿者上门送物资 每天上下午最多一次收取垃圾 非阳性楼栋由物业工作人员或自愿者送物资到楼栋底楼 5垃圾扔在楼栋口垃圾桶 4近期医院感染风险较大 除紧急救医外 请勿到医院 如需配药联系居委 社区卫生中心如遇紧急情况可联系居委 区德群里面开始有人就说了 他是老人家想要出去买东西 现在临时说不行 那他该怎么办 自愿者就说他上来帮他 他就说他不要他帮 因为呢他没有支付宝也没有为父 所以呢他不想麻烦别人 可是我在想老人家如果你不麻烦他 那你有东西吃吗 那一些每天都叫外卖的人和快递的人 他们该怎么办呢 每天都是肯德基啊 剁椒鱼头啊 避风堂啊 耶里夏里啊 点点点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年轻人 他要怎么活下去啊 他上次人家说漏水 他说不是他家 跟他没关系 因为他从来不煮的 我真的很怀疑他这个月是怎么过的呢 在中小学 从下学期开始 要学习一些烹饪 跟种植方面的东西 还有急救 哇 知道了吗 在这一次疫情过后 大家都改变了生活模式哦 人们 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感谢这些不会煮东西的年轻人呢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